276 星島日報 創業要親年輕 Nothing to Lose 2015年7月27日投資王企 十五有些人認為年輕人不適合創業 因沒有建立起充足的知識和資源 但Clothklip聯合創辦人何保坤卻不以為言 他表示 創業要親年輕 愈早愈好 因為Nothing to Lose 嘗試兩三年 就算失敗 再出來打工咯 Clothklip的時尚顧問幾乎都是來自何保坤與合伙人的人脈資源 自動找上滿潭生意的時裝店舖也都是靠其朋友們口意相傳才得知Clothklip的概念 2012年大學畢業的何保坤讀書時便熱心於出選學生會 結交甚廣 之後又加入香港企業家區樂部 東九龍商會 以及成大校友會等 受人幫助的同時也盡最大可能去幫助其他的創業者和在校生 不知不覺間積累了許多潛在資源 Clothklip在去年Google舉辦的大年輕創業家計劃進入20強 吸引了不少投資者的目光 他認為香港近幾年的創業環境很好 政府的大力支持 媒體的宣傳貿易及坊間創業社群的扶持均為創業者提供大把機會 一定要把握時機 過了這陣風可能就沒了 漏著同時也會推薦 旦邊峒 旦邊峰 旦邊峰 旦邊峰